好 谢谢新音 再来看到吴玉锦停飞宣布 今年起暂停交易的复兴航空 上午召开临时董事会 讨论未来公司的方向 并将在下午2点出面说明 而据了解董事会在刚刚稍早 已经通过决议 要在申请停航之后解散公司 今天上午9点复兴航空 将在记者身后的这栋大楼 召开临时董事会 而据了解他们这次 同时董事会的议题 是要讨论经营困难 而在今天下午2点 复兴航空董事长林明森 将亲自召开记者会 来对外说明 他们董事会所做出的决议 据了解这个复兴高层 这个根据复兴高层主管透露 因为公司的处境困难 大环境又不好 加上路客来台线缩 短期内无解 又找不到适合的策略性投资人 不能一再拖累母公司 但是谁不得不走上这个天堂一途 镜头来到复兴航空柜台呢 今天受到复兴航空全面停飞影响 受影响的旅客大约有5000多人 今天有不少旅客呢 都来到复兴航空柜台 进行退票的作业哦 那我们来听一下 受影响的旅客对复兴航空 停飞的看法 个人没有影响啊 对你为什么 因为我其实搭没有很少 没有很常搭那家 没有很常搭那家 对啊 为什么 因为输了两次四亲 其实也怕怕 对 那这是怎么会订他们家的机票 因为就便宜 然后又有大飞机 我觉得政府不应该放任 尤其对澎湖的观光事业 还有因为澎湖的观光事业 是很重要的 要是没有观光事业 那离岛最重要靠交通嘛 所以我是觉得复兴航空 政府无论如何 或者是要请人家接手 不能这样摆的不管 要不然的话 农历过年 或者明年的旺季 没有客人就没有 澎湖就没有观光事业 就消费大众来讲 当然是没钱照嘛 但是我想主管单位应该知道吧 而据了解 复兴航空董事会在稍早 已经通过申请停航后 解散公司的决议 详细的决议内容 将会在下午对外说明 新唐人亚太电视 如天长黄丽峰 台湾台北报道